戏品金平梅第41回正面开思了 这一回西门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都是主角 地位最高的吴月娘 最平民时相爱的潘金莲 助推她攀上人生巅峰的李平儿 这三个人终于正面开思了 地位最高的是吴月娘 美貌性感和才华贫穷 急于一身的是潘金莲 他们开思的是同一个人李平儿 李平儿只是妾 但她比正妻作用更大 助西门庆发财 生官 生子 还为人温柔大方 隐忍大气口碑好 越是闪耀越成众矢之地 吴月娘和潘金莲同时对李平儿开思 两人走的都是功心术 只是一个走的收买人心的怀柔之道 一个走的迎头暴击路线 且说吴月娘的怀柔 第一回预告 那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 迎接卖翘的不用说 潘金莲是斗宠争强 迎接卖翘的代表 但吴月娘就不是了吗 吴月娘当然也是那个斗宠争强的人 只是她是正妻 出身不错 底气足 西门庆也给她安全感 在宠爱 金 平 梅 她一直坚定不移地奉吴月娘为正妻 始终让吴月娘管家 有事情始终先和吴月娘商量 因此吴月娘的争强是正妻大房的争强 是主流奉行的以贤德大度 让各房归顺的争强 吴月娘曾反对李平儿入门 但那是被潘金莲挑拔的 而且吴月娘反对的是那切这件事 而非反感李平儿这个人 说到底 那是她和丈夫闹矛盾 和李平儿有关 也和李平儿无关 真相处下来 李平儿实在胜潘金莲多矣 因此和李平儿争强 吴月娘遵循正妻的道德规范 施以贤德 照顾和收买 潘金莲在平儿生子时痛哭 想必传的众人皆知 在第32回中 潘金莲走到宜门首 一静把那孩儿举得高高的 月娘呼抬头看见 说道 举得嫩高 只怕唬着她 她妈妈在屋里忙着手厘便叫道 李大姐你出来 你家儿子寻你来了 一静把孩子举得高高的 而月娘呼抬头看见 为什么匆忙喝纸 那一瞬间 潘金莲想干什么 她的动作 表情让吴月娘害怕什么 怕潘金莲摔死孩子吗 这个瞬间实在是惊心动魄的 此后 吴月娘对潘金莲十分警惕 在第39回中 潘金莲接过来说道 什么小道士儿 倒好像个小太乙儿 被月娘正色说了两句道 六姐 你这个什么话 孩儿们面上 快修嫩的 那金莲善善的不言了 小太乙谐音小太医 潘金莲讽刺李平儿生的孩子是蒋太医的 李平儿修了前任蒋太医十多天后 于8月20日正式嫁给西门庆 第二年的6月底 有的写7月23日生的光哥 期间超十个月 光哥只能是西门庆的孩子 但潘金莲总是借机污蔑 对此 吴月娘是直接回队 吴月娘此时无所出 若内心阴暗 大可旁观潘金莲大先风浪 任刘言四起 吴月娘容不得丈夫的正宗血脉 被潘金莲污蔑贬损 是为西门庆着想 但客观上 这番回队传出去 罪念她好的人当然是李平儿 在第40回中 潘金莲道 我也去 金莲就要夺过去 月娘道 叫她妈妈抱爸 你这蜜褐色桃袖裙子不耐乌 撒上点子 扎到了不成 于是李平儿抱定光哥儿 潘金莲便跟着 一个夺子 真是强强东西一般 通常母亲在爱意泛滥 心情轻松时 抱孩子都是轻轻的 生怕弄疼孩子 感觉危险才会抱定 此时李平儿 吴月娘都十分警惕潘金莲 这是在人前 人后 吴月娘也过得去 王姑子卖要骗钱 劝吴月娘 你不如把钱透这孩子的房儿 借行跑出来使了爸 月娘道 缘和损别人安自己 我与你银子 你替我慢慢另寻遍了 在古代 认为用衣包会对原孩子不利 月娘断然拒绝使用光哥的衣包 可见她是真将光哥 看作西门家的香火 有计较 有争强 有醋意 但大事不糊涂 吴月娘有正式的法 曾做过梁中书的妾 李平儿自然心里亮堂的 后来和吴婴儿半夜吐槽时 便肯定了吴月娘 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去 这孩子也活不到如今 但吴月娘也有很强的危机感 她对光哥 一面是照顾 一面是收买 西门庆为人有天真的势力 极擅长八戒潘高知 嫁女士看上陈家的势力 得官更靠攀爬 陈家败了 女儿女婿地位还不如妾 也是势力 和西门庆比 对门的乔大户攀爬的功夫 一点也不差 西门庆加官不久 才助乔大户的侄女郑三姐 便嫁给了吴顺臣 吴顺臣是谁 吴月娘的哥哥吴大舅 吴大舅很穷 二十两银子都拿不出的没落户 但那有什么关系 嫁了西门大官人的小舅子 那是攀了高知了 乔家西门家互动频繁起来 这不乔家请吴月娘 妻妾几人都去他家喝酒听曲 月娘即有面 做了守卫 上举人娘子 吴大进子 朱台官娘子 乔大户娘子 段大姐 郑三姐等人相陪 然而 请客只是幌子 真正的大戏 在结亲 月娘从席上下来 发现陪官哥玩耍的 是乔家新生的长姐 两小孩玩得很起劲 月娘和御楼 嚷着说倒向小两口 吴大进子也附和小姻缘一对儿耍子 乔大户娘子表示不敢高攀 吴月娘表现得极强势 我与你爱亲做亲 吴大进子和众娘子都凑券 极力哄抬气氛 在一起在一起 于是 一桩亲事落定 貌似这次定亲是意外 但时来谁不来 时不来谁来 除了乔大户 还有京南刚 早就上赶着要和西门庆做亲 只是西门庆拒绝了 但想不到乔家走了夫人路线 官哥定亲这事件 始作俑者是吴月娘 最高兴的是吴月娘 看到官哥儿与长姐 并排躺在床上打闹 喜欢的要不得结亲时 喜笑匆匆 结亲宴上满心欢喜 结亲宴十分尽兴 直到一更天才结束 又诚信追击 邀乔大户娘子第二天去她家做客 为此生死把 吴大进子留下了 让她第二天陪来 而李平儿为结亲室 跪谢吴月娘时 那月娘笑嘻嘻 也抽身还了礼 说同喜 吴月娘喜在何处 官哥和她 此前是树子和嫡母 在古代 这就是母子关系 但真要建立起母子关系 还得有别的加持 此前列的各种关照 等于是养育之恩 这是一层 第二层 这桩亲室 嫡母极力促成 不仅体现了她的权威 而且她成了宝梅人 功劳大了去了 贾母宝梅 保成了秀燕和薛科的婚事 薛家行家都要谢贾母 同理 李平儿 光哥 乔家小姐等人 都要记上吴月娘的功劳 第三层 吴月娘的嫂子 吴大进子 是乔家侄女的婆婆 现在 光哥又和乔家小姐定了亲 这亲上做亲 吴月娘和光可的关系 又多了一层 吴月娘和光哥 是嫡母和树子 在人情事故里 经营过 都知道这种母子关系的脆弱 转化为你死我活的 斗争关系 是生活的常态 亲上做亲 让斗争关系的可能性 大大降低 而母子关系 亲戚关系 却大幅增长 焉能不喜上心头 第四层 生子后的李平儿 性情温顺 听人摆布 吴月娘强势做主 只会让李平儿心理上更有归顺之感 心理上更易控制 况且李平儿为人大方 管他的儿子的事 只对自己有利 第五层 主动和李平儿 处好关系 照顾光哥 能讨西门庆的欢心 能照顾妾生的子嗣 从家族兴旺的角度 西门庆都会看中吴月娘 相信了他的贤德 正妻便永远是他的了 且看潘金莲的暴击 当然怀柔是要底气的 心胸要大 看得长远 更能看透人心 并坚信自己的付出 有回报 对方若敢毁约 自己便能收拾对方 吴月娘也一直以大度对潘金莲 李平儿死后 潘金莲直接挑战吴月娘 最后输的就是小潘 还得有财力 怀柔没有钱 失不了小会 办不了酒席 空有怀柔技能也是枉然 怀柔还得有地位 若不是正妻 哪能强势做主 我与你爱亲做亲 然而潘金莲有什么呢 他要啥没啥 李平儿轻松就登上了人生巅峰 他用的财富 美貌 娇儿 专宠 都是潘金莲日思夜想的 李平儿才是天字第一号竞争对手 极度像一条毒蛇 盘踞在潘金莲心灵的深处 潘金莲原来对李平儿的酸意 不过是不甘地耍耍嘴皮子 而今 吴月娘也讨好起李平儿来 更让小潘有危机感 三个女人一台戏 西门庆不知道女人间斗争的惨烈 既无西门家规约束理智 也没有什么家规定力 保障妻妾的利益 《红楼梦》中贾府妻妾能各安其道 便是妻 妾 孩子的边界规矩十分清楚 数子数女的待遇和嫡出是一样的 这样妾便不用使手段拼命相征 不管有没有生养 妾的吃、穿、用度、生病都按级别和定力供应 每月有二两零花钱 就连交际费用都有规定 比如妾的娘家人去世了可得二十两丧葬费 孩子读书了美后可领八两点心费等等 因此 贾府才有无子女却也活得安静的周姨娘 而急受宠的赵姨娘闹腾 王夫人也特别有底气 就当看小丑表演 因为不用她出手 贾府的规定在保障着王夫人的地位 而赵姨娘在闹腾也不敢过分 因为比起被碾 实在是划不来 但显然西门庆这个爆发户 还没有经验应对将众多妻妾心中的波澜运凭 潘金莲得要极尽创意 才能将西门庆拉到自己的床上 榨干自己的性感 才能开口讨要衣服 以便出门做客时能体面光鲜 而宠一个冷一个 更是平衡女人醋意的大忌 看吴月娘热络光哥的亲事 潘金莲吃了一缸紫醋 西门庆对光哥的亲事很有意见 西门庆道 既做亲也罢了 只是有些不搬赔些 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 到明日会亲酒席间 他戴着小帽 与矮着光户怎生相处 甚不雅相 就是前日 金南刚央及营里张庆家 再三赶着和我做亲 我嫌他媚娘母子 是房里生的 所以没曾应承他 不想到与他家做了亲 西门庆如此势力 本是人之常情 门当户对是古时结亲的第一要求 潘金莲趁机道 嫌人家是房里养的 谁家是房外养的 就是乔家这孩子 也是房里生的 正是显到神 壮着寿性老儿 你也修说我尝 我也修嫌你短 另一个六 王六儿是怎生说的 爹家中连日白酒辛苦 你老人家喜呀 西门庆道 只因社亲吴大进那里说起 和乔家做了这门亲事 他家也指着一个女孩儿 论起来也还不般配 胡乱亲上做亲罢了 王六儿道 就是和他做亲也好 只是爹如今居着嫩大官 会在一处 不好意思的正妻 爱妾被棒 自己的不如意还被放大 而说这话的人也是自己的爱妾 他本该和他们是姐妹 互相体谅 现在一家人却在说两家话 粘酸吃醋 胳膊肘往外拐 不给自己好莲子 我知道你辛苦 我给你道喜 虽然是门好亲事 可门不当户不对 你的烦恼我懂 西门庆听了 能不高兴吗 等王六儿开口求苗清的事 西门庆不仅耐心细听 更热心指点王六儿 如何敲诈更多的财物 最后西门庆上窜下跳 费尽力气把苗清的事办了 王六儿前后白得了九十两银子 四套衣服 女儿卖给蔡太师的敌管家做妾 也才五十两呢 敌管家可是相当于国家总理的总秘书 潘金莲如今被极度蒙了心 灵力即便大打折扣 此时完成没想到要和西门庆一条战线 争取做她的红颜知己 此时她更像自己的手下败将宋慧莲 张嘴就得罪人 你也修说我长 我也修嫌你短 短短一句 火力十足 杀伤一片 意思是吴月娘这是办得不好 你的宰身份也高不到哪去 意思是你自认倒霉吧 西门庆听了此言 心中大怒 骂道 贼淫妇还不过去 人这里说话 也插嘴插舌的 有你什么说处 金莲把脸羞得通红了 抽身走出来 说道 谁说这里有我说处 可知我没说处力 有你什么说处 潘金莲既不合他们一条心 只会驾桥把火 那你干脆出局 自此 西门庆又为李平儿 种下了一颗地雷 一踩就爆 还是在第31回 丢了一把银壶 潘金莲也是刀剑 按指李平儿时 西门庆也是大怒 待李平儿向潘金莲扎了一刀 西门庆听了 心中大怒 睁眼看着金莲 说道 依着你嫩说起来 莫不李大姐她爱这把胡 既有了 丢开手就是了 只管乱什么 那金莲把脸羞得飞红了 便道 谁说姐姐手里没钱说币 走过一边使馅去了 这两场气是争强好胜的潘金莲 只想压倒李平儿 受气挨骂是自招的 但金莲不这么想 金莲道 骂的人那绝情绝意 怎的没我说处 改变了心 叫她明日献报在我的眼里 多大的孩子 一个怀抱的碎跑种子 平白搬倾甲 有钱没处施展的 争破沃丹煤的盖 狗咬尿包空欢喜 如今做施倾甲还好 到明日修要做了干亲家才难 吹沙灯急眼儿 后来的是看不见 做亲食人家好 过三年五载方料的才一个儿 在本回前 潘金莲不论多狠毒 都找得到为她开脱的理由 被卖 被强暴 被贱卖 被霸占 不甘命运的摆布 毒杀了五大 顶多算是把命运 加给她的还回去 整宋慧莲 打婴儿 打秋菊 醋平儿 不论怎么样 总还觉得她的人性 没有完全泯灭 还有挽救的可能 她的理智还在 动物本能的恶 还有控制的可能 然而 当心中的恶毒 开始颇向弱小的婴儿时 人性至此彻底堕落 潘金莲终于蜕变为恶鬼本身 女人的复仇 只会年相更弱小的她者 第二天 西门庆上班去了 潘金莲边打秋菊 边指桑骂槐 贼奴才淫妇 你从几时就嫩大来 别人兴你 我却不兴你 姐姐 你知我见的 将就浓着蟹儿罢了 平白撑着头儿 逞什么墙 姐姐 你休要倚着 我到明日洗着两个眼 看着你厉 一面骂着又打 打了又骂 打得秋菊杀猪也四脚 李平儿 一声儿不言语 唬得只把光哥儿耳朵握着 一面使秀春 去对你五娘说 休打秋菊吧 哥儿才吃了鲜奶 睡着了金莲听了 越发打得秋菊狠了 骂道 贼奴才 你身上打着一万把刀子 这等叫饶 我是嫩馨 你越叫 我越打 好姐姐 对汉子说 把我别变了吧 李平儿这边分明听见只骂的是他 把两只手气得冰冷 忍气吞声 敢怒而不敢言 早晨茶水也没吃 搂着光哥儿在炕上就睡着了 成人间的损人利己 互相倾讶还不是人性最丑恶的 被酌见的人也开始靠酌见他人取乐时 是恶中之恶 而在花团紧簇的繁华热闹中 酌见起无辜因而来 更显刻骨的冰冷和悲哀 同样是从前任丈夫魔爪下逃出来 李平儿和潘金莲是不一样 潘金莲下的是死守 而李平儿是给花子虚留了生路的 花子虚死 李平儿顶多算不作为 而潘金莲是亲自上阵 必至五大死地之而后快 当这两人相争 这性情上稍软的李平儿 心性完全被潘金莲控制 面对潘金莲的迎面痛击 李平儿没有抱着孩子去吴月娘那寻求庇佑 只是独自业气 西门庆发现他哭过 他也没有装可怜哀告 也不提金莲只骂之事 只说我心中不自在 他太爱这个男人了 不想他再主持偌大家业 还要为家里的争风吃醋头疼 他也没有闹着要带着孩子回他的狮子街去 对于恶魔 退让隐忍患不省良知 正是李平儿的隐忍 让潘金莲知道 可以放手欺负 可以预知 光哥死矣 李平儿死矣 这母子死不死 和别人什么相干呢 美貌 财富 宠爱他已享尽 早死晚死 没人关心 至于光哥 更没人关心了 这个世界 纷繁复杂 多一条生命 和少一条生命 能有什么不同 光哥死不死 既不能引发地震 也不能带来海啸 天狗不会吃月 而人类还在繁衍下去 生生不息 太阳依旧照耀大地 潘金莲的罗电床 对西门庆来说 依旧魅惑十足 如果早早参透无神仙的预言 光哥死则李平儿死 李平儿死 则西门庆死 西门庆死 则树倒狐孙散 眼前的荣华富贵都将烟云散 那有仇的 必将镊死 潘金莲会不会放 李平儿母子一条生命 应该不会 当人性彻底泯灭 你不必再假设 回到同样的情境 必做同样的事 自卑与超越需要的社会土壤 金平梅的时代还没有 那就且毒且凉且冷 细品金平梅第42回 只知烟花绚烂 不知烟花易散 今年元夜时 花雨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类识春山秀又到一年元宵节 上一次的元宵节盛况 也是发生在狮子街的楼上 那时 来此赏灯的是西门庆的妻妾四人 潘金莲在此出尽了风头 那时 西门庆还不是这里的主人 而是偷偷摸摸的客人 那时 李平儿还在这里望眼欲穿 翘首以盼他的情人 而现在 潘金莲得到的西门庆的情色份额 已大大减少 一心求嫁的李平儿 终于如愿地成为西门庆的第六房小老婆 而且 生下了目前为止西门庆唯一的儿子 而且 这个儿子刚刚还订了娃娃亲 虽然这门亲是李平儿并不很同意 但他发挥自己进了西门大院以后 逆来顺受绝不反抗的精神 默默地同意了 儿子虽是他生的 但他有嫡母 一切都要嫡母说了算 他这个亲娘是做不得主的 即使表达了不同意见 怕也没什么用 只是会惹得正妻不高兴 他更大的逆来顺受 还在于他对潘金莲的忍让 无论金莲怎么指桑骂怀地咒骂他 甚至惊吓他的光歌儿 以至于最终害死了他 他都未曾做出任何反抗 那个也曾活灵活现的李平儿 自打进了西门府 似乎就死掉了半个 光歌儿的结亲是第41回的事 不过纳惠儿更多的是口头的初步意想 这一回 双方就着元宵节 护送节礼 算是正式插定了 西门庆其实原本也是不同意的 因为他现在是官了 而乔大户还是平头百姓 何况这个女娃身份不高 他的亲娘不是乔大户的正头娘子 用他的话说 既做亲也罢了 只是有些不搬陪些 乔家虽有这个家事 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 你我如今建居着这关 又在衙门中管着事 到明日会亲九席间 他戴着小帽 与俺这关户怎相处 甚不雅相 就是前日 金南刚央及营李张庆家 再三赶着和我做亲 说他家小姐今才五个月儿 也和咱家孩子同岁 我嫌他媒娘母子 是房里生的 所以没曾应承他 不想到与他家做了亲 后来知道了乔大户家 有位做皇亲的乔武太太 再加上金莲说的话 虽然惹得他一顿骂 但终究是实话 他也就接受了这门亲事 兴隆隆地安排起了 两家的酒宴 潘金莲在旁接过来道 嫌人家是房里养的 谁家是房外养的 就是乔家这孩子 也是房里生的 正是显道神 撞着寿信老儿 你也修说我尝 我也修嫌你短 西门庆听了此言 心中大怒骂道 贼淫妇还不过去 人这里说话 也插嘴插舌的 有你什么说出 西门庆派去乔大户家 押送礼物的是 陈静记和奔寺 秋水堂论金平梅中 田晓飞女士说 青衣 也就是黑色的衣服 是吓人的穿着 西门庆是将女婿陈静记 当作仆人来使唤 而不是作为做商宾的 东床快雪来对待 这当然与陈静记父亲陈宏 以及他们亲家的落难有关 寄居在西门府的陈静记 已经得不到岳丈西门庆的礼遇 而当最终 西门庆突然撒手归西的时候 他还是将后世托付给了陈静记 那个时候 陈静记这个女婿 作为半个儿子 是他唯一可以嘱托的人 而此时 李平儿刚刚为他生了儿子 吴月娘也怀了孕 他还年轻 还有那么多小老婆 他自然会认为自己会子嗣凡胜 所以一个落难的女婿 他是不会看在眼里的 安排好了唐客们的酒宴 西门庆要自己去找乐子了 他约了英伯爵 谢西大到狮子街的楼上吃酒看灯 他还约了韩道国 当然 韩道国是吃蹭的 而且吃的是他老婆王六儿的蹭 要说金平没礼的坏人 那是腐蚀皆是 但像韩道国这么不知廉耻的 就算在金平没的世界里 也是少有 真可谓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如果大家再读第三十三回 《陈静记诗要罚唱韩道国纵负争锋一回》中 还有疑惑 为什么韩道国对老婆和自己的弟弟偷情 被抓到官府 完全不生气 还想方设法搭救他们 那么 到后来韩道国知道西门庆勾搭上王六儿后他的态度 就很能明白当初他的态度了 老婆不管跟谁有私情 他都不在乎 只要有钱就行 西门庆自然是有钱的 所以他不仅是不反对 简直是上赶着要把自己老婆送进西门庆的鸳鸯账 他又不是没做过忘疤 何况西门庆还给钱 而他老婆王六儿也可以将西门庆瓜拉上他 当成一件家常事告诉韩道国 俩人有商有粮 真可谓陆立同心 是金平梅中难得的恩爱夫妻 其实此回中 王六儿对于是否去狮子街赴约是犹豫的 可他大概没想到韩道国居然非常赞成他去 他明明知道去了以后会怎样 那又怎样 西门庆不会亏待他们的 他会给钱的 而写给的不算少 所以当在后来他们落魄了 韩道国靠着老婆和女儿两个人卖身来赚钱 也就不足为奇了 九族饭饱之后 因伯爵、谢熙大等悉数告辞 韩道国留下了自己的老婆王六儿 他乖乖地回去继续做他的旺八 在潘六所有的情敌之中 王六儿大概是他最没在意 却最终赢了他的那个人 有意思的是 前不久因撞见了西门庆与潘六葡萄架下那一场戏的小铁棍儿 又在此窥到了西门庆与王六儿的苟且知识 谁叫他老子娘没给他取个好名字呢 小说的生动 除了主线故事的寇人心弦 往往还在于其中穿插的小事也无比精彩 比如这一回中描写的李贵姐 前回中 因为西门庆升了官李贵姐要巴结他就认了吴月娘做干娘 由妓女变成了西门府的抗上宾 她的竞争对手吴英儿在英伯爵的指导下迅速认了当前西门庆眼前最红的李贫儿做了干娘 李贵姐知道后心里颇为不快 月娘如此这般告她说 昨日送了李来 拜认你六娘做干女儿了 李贵姐听了 一生儿没言语 一日只和吴英儿使性子 两个不说话 只两句话 就把女人之间勾心斗角的小心思无比形象地描述了出来 再比如 此回在西门庆和英伯爵楼上看灯的间歇 还引出了一个新的人物 王三观 她不仅是西门庆包养的妓女李贵姐的心相好 而且是西门庆日后要勾搭上的林太太的亲儿子 她的家 王昭宣府 曾是潘金莲最早被潘老娘卖去的地方 王三观还有一位漂亮的娘子 本也在西门庆的烈焰计划之内 可惜后来计划未能施行 西门大官人就撒手人寰了 没准这是紧急离世的西门庆心中永远的遗憾 过元宵节 吃酒下棋自然是好的 但也绝不可能不赏灯看烟花 上一次描写的元宵节 借女眷们的眼睛描述了狮子街灯式的防华 那时的西门庆和她的女人们更多的是观赏者 这一次 西门庆不仅在楼上挂上了奇巧的羊角灵灯 还在街心放起了烟花 借着众人的眼睛 我们见识了西门大官人绚烂的烟火 上一次的花灯有多防华 这一次的烟火就有多耀眼 一丈五高花庄四周下山棚热闹 最高处一只鲜鹤 口里闲着一封丹书乃是一只起火 一道寒光直钻透斗牛鞭 然后正当中一个西瓜炮蹦开 四下里人物接着 闭包拨万个轰雷接聊彻 彩莲坊 赛月明 一个赶一个 犹如金灯冲散碧天星 紫葡萄 万架千珠 好似黎珠倒挂水晶莲 霸玉边 到处响亮 地老鼠 串绕人衣 穷斩玉台 端得旋转得好看 银额金蛋 尸程巧妙难移 八仙捧瘦 明显中通 七圣降妖 通身是火 黄烟儿 绿烟儿 阴晕笼罩万堆侠 锦土莲 慢土莲 灿烂睁开石断锦 益仗局与燕蓝相对 火梨花共落地 逃争春 楼台电阁 顷刻不见巍峨之势 村方涉骨 仿佛难闻欢闹之声 霍廊蛋 上下光艳齐鸣 暴老车儿 首尾蹦得粉碎 无鬼闹盼 焦头烂额见争宁 石面埋伏 马到仁池无胜负 纵然废却万般心 只落得火灭 烟消成威劲 作者很明白 烟花溢散 繁华意识的道理 可惜他没有让他笔下的西门庆 也明白这个道理 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也在西门庆的心理和身体里膨胀 如日中天的西门大观人 消耗者自认为 永远不会腐朽的身体 灰霍者自认为 永远不会消散的金钱 享受者自认为 永远不会消逝的荣华 白夜永昼 却不知 再绚烂的烟花 也会转瞬成灰 而烟花越是绚烂 灰烬就越显得无情 犹如一个楚楚的美人 转头变成了骇人的骷髅 人最终不也要落得个 如灰烬一般的结局 只在早晚而已 只是这一早一晚 正是生命的注脚 是人与人的不同 细品金瓶梅第43回 黄金奏鸣曲 金瓶梅开篇就讲九色财气 又说这四样中 为财色更厉害 财是测谎仪 有才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 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 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 懦夫变成勇士 黄金面前 人心微妙 第43回便是黄金弦 拨弄出的奏鸣曲 揽头李志 黄四关了银子来还西门庆 揽头 是明朝的政府采购商 李志 黄四拿到了为政府采购 三万斤的香料 和黄白蜡烛的项目 先店前采购 商品质量和数量合格 政府才会发放银子 如何能拿到项目 商品如何检验合格 如数发下银子 这其中的猫腻自然不少 店的银子从何而来 少不得借贷 英伯爵给他们牵线 这是三营 李志 黄四有了银子 还能打上西门庆的招牌 西门庆收了利息 英伯爵拿了好处费 李志 黄四还了一千两 还欠五百银子 又用四定金卓儿 做一百五十两银子 还利息 这四定金卓儿 便是钱生的小钱 一月五分历 生前的速度就是快 西门庆欢喜地冒傻气 将四定金卓儿 拿给光哥儿做玩具 为此 他过潘金莲门不入 把搭话的潘金莲 气得半死 不过潘金莲很快又开心了 拿到李平儿屋里的金卓儿 少了一个 这与上次的银湖不同 银湖那次起因 是玉霄和书童的私情 秦童转移地点 是对玉霄和书童的捉弄报复 也是媚才 潘金莲怀疑秦童 与李平儿主仆 合谋媚下这把银湖 遭到了西门庆的呵斥 瓜田里下 潘金莲的怀疑 似乎也不是无地方式 不过李平儿有才 西门府谁人不知 他又受宠 秦童的恶作剧 也就无人过问 一笔带过 质疑他的潘金莲 反遭西门庆一顿呵斥 封闻丢了金子 潘金莲立刻到吴月娘屋里 搅动唇舌了 李平儿屋里也是沸沸扬扬 早前秦童藏银湖 并不必自己人 秀春 迎春都是跟李平儿 嫁入西门府 亲密和睦自然远甚他人 然而 丢金事件中 外人就太多了 孟宇楼 李娇儿 吴大进子 并他媳妇郑三姐 这一干客人和随行的丫鬟不说 李平儿屋里的外人也不算少 乃自如意儿是后来的 老冯自从攀上了王六儿 与李平儿和丫头们着实疏远了 这次丢金 老冯免不了被旁问 老冯的委屈 李平儿说了两回 一次是对西门庆 你没收 却往那里去了 寻了这一日没有 乃自推老冯 急得那老冯堵身伐咒 只是哭另一次是对吴岳娘 平白他爹拿进四定金子来与孩子耍 我乱着陪大进子和郑三姐 并他二娘做着说话 谁知就不见了一定 如今丫头推奶子 奶子推老冯 急得冯妈妈哭哭啼啼 只要寻死 无眼难明够当 如今冤谁的事 自然是谁都不冤 端的是谁拿了 由他慢慢寻罢 此时 李平儿大概像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待兮 声音确实充满了金钱 他那一扬顿挫 银铃般叮当月儿 脑伯般清脆动听的声音蕴含着的 正是这种无穷的魅力 仿佛他是白色宫殿里 高高在上的公主 是黄金铸就的女郎 然而黄金不能运凭所有的褶皱 李平儿的危机步步逼近 吴岳娘通过给光歌儿定亲 保证了主动权 可这次西门庆狂写后的诵金 让他难以释怀 光歌儿扑到李贵姐怀里 月娘忍不住接过来说 他老子是谁 到明日大了 管情也是小瓢头儿乖巧的梦运楼道 若做了小瓢头儿 叫大妈妈就打死了李平儿道 小丝 你姐姐抱 只修捏了你姐姐衣服 我就打死了 话中有话 高光剑影 作者偏偏没有描写这群女人的表情 李平儿的软弱与被动 有时让人觉得她做母亲不够称职 事实上那只是对上了潘金莲而已 在吴月娘面前 李平儿虽然温顺 反击起来并不逊色 不过 月娘依然是最早发现光歌儿京剧的人 弹唱的声音 把光歌儿唬得在贵姐怀里只磕倒着 月娘看见 便叫 李大姐 你接过孩子来 叫迎春抱到屋里去吧 好个不长进的小丝 你看唬得那脸 儿子的恐惧 李平儿是没有看见的 还是不便说话 不管怎么说 慧卿依然热热闹闹 乔家虽是白衣 有了皇亲乔武太太底气非同一般 乔武太太坐着垂珠银鼎 天心虫颜 萧金走水轿 衣带着蝶翠宝珠冠 身穿大红公秀袍儿 开口必谈 如今当今东宫贵妃娘娘 系老身亲侄女儿 清河县的体面人家云集在此 也有上举人娘子 是想当初张四曾吉利宝举孟玉娄嫁给上举人 不知这个上举人娘子 禁欲如何 玉楼心中如何感想 人生不相见 动如身与伤 眼前的花团紧簇绣其彩带 转瞬间便以酒栏人散生死两端 倒是那几个忙碌一天的伙计 就着攒下的一桌摇转 半罐酒和江残的灯火行着酒令 颇有义趣 人生欢乐有数 休要辜负此刻 戏品金平梅第四十四回 夏花儿 夏花儿 至此回西门庆好运连连 喜事接种 士奇鲜花着锦 烈火烹游时刻 各房机械环绕 朱翠青瑶 前脚生儿子 后脚飞来乌纱帽 生意从单一发展 迈向多方经营 不拘当铺亦货容线铺 无不兴隆 正所谓时不来谁来 时来谁不来 当初热结石兄弟时 西门庆上杆子 如今身上居着官 白赖光之流也懒得搭理 自家节还过不完呢 兄弟唐慧自然也就要散任他散 乔大护家这门儿亲 吴月娘自作主张 西门庆总不大满意 和白衣人相交总归没面子 面子是银子堆起来的 为碎银几两 李贵姐不免委屈求全 几番请吴月娘放自己回去 后见陈金济进来 又殃及陈金济 口声已挤尽失态 李贵姐所以急着回家 应有心事 这事后面说 但说不易时 西门庆到家 命四个唱得拿乐器来 唱十段锦儿给她听 李贵姐也只好收起苦低着的脸 弹起琵琶 刚唱B 就听门外人声扰扰 原来捉住一个贼 死贼非比贼 是个家贼 名叫夏花儿 夏花儿是二姨太李娇儿的丫头 白居易长恨歌 有诗而浮起 教无力之句 泰戈尔有诗 生如夏花 可惜都被这主仆一一糟蹋 夏花儿经不住扎打 辩白金子是从六娘屋里拾来的 这真是夏花儿 大白天说瞎话儿 当一屋子人都是瞎子不成 说瞎话儿的夏花儿 偷了金子躲在马槽底下 躲在马槽底下的夏花儿偷金子 还跟马有关 前回云里首来家 不光人来 还牵来两匹马 西门庆六马 家下大小都去凑热闹 就给夏花儿下手的机会 云里首自结拜后 不见影子 千里迢迢从他哥云参江那边牵马来 正未与夏花儿偷金子 这事联系起来 是作者草蛇灰线 绝非空学来风 这事也留着后面说 且说暗自审问明白 镜头切换到李娇儿房里 李娇儿的侄女儿李贵姐好一顿 说夏花儿 你娘脸上有光没光 又给李娇儿出主意 休教她领出去 教别人笑话 还嘱咐夏花儿道 今后要贴你娘的心 凡是要和她一心一计 不拘拿了什么 交付与她李贵姐不叫夏花儿痛改前非 反叫她偷来交给李娇儿 不是谴责偷盗者 而是埋怨她做得不周密 谁不周密 怕不止夏花儿吧 想夏花儿买来不久 竟如此胆肥 而李娇儿其实正掌管西门家财物 或许顺手牵羊 被丫头亏的而有样学样 意味可知 李贵姐教唆夏花儿偷盗 且说 也似元孝一般抬据你 元孝一个丫头如何得主母抬据 作者不写而写 读者自有判断 但若判断仅限于道德 也还未触及作者一番苦心 李贵姐与西门庆是情场之际 如今又做了吴月娘干女儿 背地里却有如此心机 着实让人心寒 读者心寒不过看客罢了 怎比当事人之心更寒一层 想李贵姐勾拦中人 把什么未曾见识 就说自己亲姑姑李娇儿 当初也是名记 想来当初与西门庆也曾打得火热 取到手后 也不过马鹏丰一般很快丢开手 所谓铁打的汉子流水的婊子 花五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唯有银子最可靠 这便是李贵姐的心事 急着回家不是去躺平 而是家里有个王三官巴巴等着 等着送银子呢 一笔写不出两个礼 两颗礼字都是一个枝儿上的果 写下花儿也不单为写下花儿说下话儿 却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写下花儿为写李贵姐 写李贵姐也不为写李贵姐 而是写西门庆 写西门庆也不止为写西门庆 还写李娇儿 借下花儿的瞎话儿 引出李贵姐的话头 为写西门庆有今日之盛 而正有后来之衰 写西门庆后来之衰 正要以他生死不久 李娇儿急偷了五定银子 跑路打下埋伏 此正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 门前冷落安玛西 夏天的花儿 急热烈也 正为秋之肃杀作营也 而下花儿偷金之催发者 云李物李之云李守也 云李守来家时 正是西门庆高光时刻 而西门庆死后 见证西门家败落者 亦此君也 此所谓草蛇灰陷 而伏迈千里也 至此 可见写下花儿之真意 亦可见所谓大家守笔 热中冷 冷中热 写下花儿 急写人情世故 而事态炎凉也 可惜西门庆此刻懵懂 被李平儿赶出门后 去了潘金莲屋里 正如无神仙所言 年赶着月 月赶着日 步步奔向防华深处 一步步纵深地狱之中 潘金莲见西门庆静房来 仿若天上落下来一般 赶紧向前与他接衣解带 铺沉床铺 展放娇嚣而后 吃了茶 两个上床 李平儿赶西门庆去找潘金莲 于西门庆是幸福的烦恼 那时西门庆 非但家业风营 且精力健忘 整日应酬不断酒肉穿肠 回家还要与娇妻美妾周旋 正如英伯爵所言 窥哥好神思 若是第二个 也成不得成灾思严 西门庆那样日子 还真不是一般人过得起 财富权势到其次 关键得有一副好身板 后来水银械的依他糊涂 也是逃换空了身子惹的祸 所以才服了胡僧耀 而死在潘金莲手里 西门庆一死 树倒胡孙散 这个伞 也就从本回照出 《红楼梦》中 先有坠儿偷了虾虚拙 后就有超检大官员一出 遇是家大业大疏于管理 便由胜而转衰 金平梅写下花儿偷银子 正为西门庆败落 打下蝎子 《红楼梦》中 红玉对着坠儿说出 千里搭长篷 没有不散的言习 正如金平梅中 李贵姐说 今后要贴你娘的心 凡是要和她一心一计 不拘拿了甚么 焦富与她 李贵姐跟她姑姑李娇儿一样 是个清醒的冷眼旁观者 西门庆之败 早在他们意料之中 无独有偶 另一人眼门轻 此人便是李贵姐的对头 吴银儿 她此刻正听李贵儿大吐苦水 诉说忠常 劝李贵儿道 娘 也罢 你看爹的面上 你守着歌慢慢过 到那里是那里 吴婴儿劝李贵儿 故为李贵儿宽怀 却也有一份通透 也是她自家心里话 更是对西门庆结局的预料 此回看似小事异装 却是大关节 唯大关节 却用小丫头 夏花儿勾连 从李贵姐 骗吴岳娘急着回家 到夏花儿 偷金子事发 再到李贵姐 假教训 而识教唆 乃至李贵儿 为自保哄骗着 把西门庆往外推 原来皆是一篇 瞎话儿 唯李贵儿 与吴婴儿 做炕上一番梯极话 隐约 透出点温情的味道 然而 得了衣服绸缎后 热辣辣一口 一个娘的吴婴儿 到李贵儿 撒手人环时 这干女儿 竟装不知 好了 这个故事 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